各位厨友好,我是九九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家庭版豆沙馅糯米青团的做法 需要的原料有 糯米粉200克 小麦凳面50克 豆沙馅180克 菠菜泥260克 白糖5克 猪油10克 先制作豆沙馅 红豆250克 浸泡8-12个小时 红豆放入电饭锅内 加入清水500毫升 煮40分钟到1小时左右的时间 把红豆煮到拿到手里清净一碾 成泥的状态就煮好了 把煮好的红豆 放入料理机内加入50毫升左右的牛奶和清水打成泥 这就是打好的红豆泥 已经见不到红豆的颗粒了 平底锅内加入30克的油 将打好的红豆泥平铺在平底锅内 炒制豆沙馅的过程需要耐心 还需要不停的翻炒搅动 分3-4次加入125克重的白糖 加糖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 炒豆沙馅的过程一直要保持中小火 否则豆沙馅容易被炒糊 把豆沙馅炒到像这样成团不流动的状态就好了 炒好的豆沙馅需要静置放凉 放凉的豆沙馅可以放入冰箱内冷藏随时取用 这是制作6个青团所需的豆沙馅 每个豆沙馅重30克 传统青团的绿色来自艾草叶 我们深处海外只好就地取材 用冻菠菜叶取代 260克重的冻菠菜 解冻后放入搅拌机内 加凉水80毫升 用Smoothie那档将菠菜搅拌成泥 这就是搅拌好的菠菜泥 现在开始制作青团 糯米粉200克倒入盆中 加入50克小麦凳面 5克白糖搅拌均匀 逐次加入菠菜泥 将盆中的面粉搅成面絮 将面絮用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将面絮用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在光滑的面团中揉入10克的猪油 加猪油的目的是为了使青团表面更光亮 口感吃起来更软糯 猪油也可以用同等量的植物油替代 揉好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 静置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取出面团 将面团分成6个大小均匀的剂子 每个剂子重约85克左右 每个剂子重约85克左右 在制作过程中 不用的剂子盖上保鲜膜保湿 取出一个剂子 用手掌揉搓成圆球 在制作过程中 再将圆球用手掌压成饼 再用拇指将它捏成薄厚均匀的薄饼 直径约为8厘米左右 包入豆沙馅 用两手的虎口收口 用两手将青团表面整理光滑 确保没有缝隙 这是整形好的青团 清团底部 垫上油纸防粘 我又额外垫上了粽叶 刚包好的青团颜色看上去很浅 但是没关系 蒸熟之后颜色就会变深了 青团放入锅内直接开大火 蒸锅上汽后定时17分钟 蒸的过程要保证全程大火 时间到了 关火直接开盖 热气腾腾的糯米青团就做好了 蒸熟后的青团的颜色就非常翠绿了 我的配方做出来的青团 软糯不粘牙 甜度适中不腻口 即使放入冰箱保鲜冷藏两三天后 再用蒸锅加热 吃起来口感还和当天做的一样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九九下次再见